政府吹牛皮 现在已经把牛皮给吹破了 那我们一来检讨的就是 这个防疫旅馆 诺富特饭店 这个一看才知道说 真的是漏洞百出 首先有没有试色隐秘 饭店隐秘 我们看到4月23 有两个旅游团入住 一共70个人 那旅客现在很不满 就说行前申请旅游补助 没有告知这个是防疫旅馆 这段时间 卫福部报告的 入住旅客人数 根本就不准确 还要加入他们那才对 那么4月30号疫情期间 没有任何相关单位 跟他们联络 还是入住他们的旅客 自己打1922通报专线 主动告知 这个诺富特才回头联系 那就牵涉到 你是不是饭店要隐瞒 那政府 政府你要监督 罗斯松了吗 入住旅客还有 有另外的旅客也就是说 4月16号那天 只是带小孩去看飞机 没有想到入住防疫旅馆 因为其实呢 这个诺富特算是蛮知名的亲子旅馆 但他不知道是防疫旅馆 他说饭店不但没有公告 是防疫旅馆 还推什么自由行相关的促销方案 旅客说这样妥当吗 好那么当然啦 这个是对旅馆来讲 还有这个桃园市府的官旅局也说 其实啊 诺富特分一管和二管 一管呢 就是接待一般的旅客 所以申请旅游补助呢会过 那么二管才是防疫旅馆 好他说诺富特自行将一管员工宿舍 当机组员的检疫所 没有向市府申请分层防疫旅馆 市府完全不知情 将会依法开罚 好桃园市场郑文灿说 诺富特一直都是中央馆啊 这个事情牵涉到 疾管署民航局疫情指挥中心 地方政府只有协办的问题 到现在都还不是纳入桃园市府来管哦 而江户部长王国财就说 防疫旅馆都有严格规定 必须要分流分层 电梯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等等 既然有这样的状况呢 会责成民航局 那么事实上呢 王国财也特别有提到说 除了民航局之外呢 还有观光局 以及桃园市府 应该要每个月稽查 所以王国财意思就是说 这是三方都要管 那现在听得很清楚啦 是不是中央地方又在互踢皮球 好来看到这医生陈怡明 台湾预防医学会的理事长 说上向交相嘴嘛 去年九月中央要求 每个月查防疫旅馆一次 他说市府有没有查核过呢 查核报告又在哪里呢 中央有不定时抽检吗 所以一看才知道有志 这个真的是漏洞有多少 所以他会出事 我也不意外啊 最可怕的是 我们公务人员 公务体系怠惰 然后我们竟然认为没关系 恐怖的是这个 诺夫特是什么饭店 它是华航投资的饭店 某种程度应该要是跟半关股的公司 竟然是他们开的 照理说政府单位的眼光 应该是盯得比一般民营的更紧拔 可是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以洋局长 因为洋局长是我好朋友 如果以洋局长你讲的是对的 那请问他是不是涉嫌骗你啊 他根本是骗啊 他告诉你二管是防疫旅馆 对二管是防疫旅馆 一管我是拿来做生意的 OK嘛 你要拿去做什么生意你OK 可是呢你就要照实按照这样做 请问如果这个旅馆 发生的是我们民间的呢 不管是军月啦 精华啦 我跟你讲吃不完兜着走 你信不信 整个军月啊 精华酒店啦 老爷饭店啦 大概甚至连福隆饭店 大概全部都被罚到 搞不好还热令停业了 搞不好 现在呢你帮他说话 这是一管二管 因为他没告诉我 所以他哎呀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王国才讲的是什么 责承民航局 赶快大家努力的去检查 不可以再发生了 你已经发生了 这几个月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一下子说这个是中央管的 中央说对不起 那个是桃园要管的 对不起 就你自己人丢自己人 烫手山域丢完之后呢 都不关我的事 对现在就是讲都不关我的事 不是地方的事 不是交通部的事 那就是你陈时中的事 你自己刚开始不是讲过了吗 所有现在防疫事同作战 你是最高指挥官 那不是你陈时中的事 那是什么事 就陈时中现在开始 大外线大内线 真实状况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人 全部可恶到极点 而且我直接跟各位讲 现在整个民进党政府 只知道宣 其他什么事都不干 从泰鲁革号事件就是这样 普悠马号 整个台铁总体检报告 我在那边讲很多次了嘛 做了就没事 没错吧 这三年也没有做 没错嘛 江启臣也跟大家讲了 问苏貞昌 治安汇报做了没 没错 实安汇报做了没 没错 什么汇报什么汇 全部没开 为什么 大内宣大外宣 结果后来实安爆了 有没有 治安状况爆了 有没有高雄 爆的乱七八糟 都是因为你没做 我想这个案子更可恶 诺夫特是什么 如果他是防疫旅馆之一 我不要说他分得乱七八糟 那个你们自己去解决 他就必须要分舱分流 必须要把所有动线 处理到最好 王国财有没有承认了 他说没有做好 可恶到极点 布桃也是这样 布桃不是也是这样吗 看起来是分舱 又蓝的 又绿的 又红的 看起来不准这个 我们不准互相怎么样 但是呢医生下班了 回家洗洗澡 第二天从黄的跑到红的去 红的呢 红的没有到绿的 抱歉 然后绿的到黄的去 黄的呢 在支援红的 天哪 那有分流吗 你根本没在做 再更可恶的是 我跟各位讲 我最讨厌的就是 三年前八年前 二十年前的发生到现在 然后都没改 这叫什么 这叫证悟怠舵 为什么这么讲 十七年前 和平医院 大家记得吗 那时候是怎么传染的 就是你所说的这些 一二管下面的这些东西 可怕的不是冰山上面那一块 是冰山下面的这一块 你整个诺富特饭店 到底下面的这些 筋头筋 咸咪皮 你丢在下面 到底是怎么送的 这些外包商到底怎么 踏出去的 为什么会有外包商也中了 是下面这些恐怖啊 十七年前 和平饭店 那天我问 我访问那个和平医院 当时的急诊室主任 叫张玉泰 记得吗 记得 张玉泰跟我讲说 有个东西大家不知道 当初不是一个清洁妇人 因此染疫 对 他说如果他们调查的没错 是因为他们整个份管 一直灌灌灌 灌到地下室 然后地下室的那个 大家如果去医院的B1 B2应该都有发现 那个很多的那个 不管是水塔 还有那个管线的 那个聚集底 旁边 就会有个绿色的 或者是黄色的 专门在丢衣服丢什么的 他说后来大家都改了 因为就是那一次 因为份管到地下室 那个水溢出来 然后呢 那些收拾衣服的 收拾床单的 也在附近沾到了 那时候SARS不是因为 肚子不舒服啊 腹泻啊 病毒都会存在里头 就到衣服里面去呢 清洁妇去 清洗的 清洗的 丢上去 没事了对不对 然后呢 分舱分流了 对不对 回去该自己回去的地方 对不起 你疏忽的就是这地下室 你手怎么知道碰到的那一块棉被 是SARS病人盖的 对 你不晓得啊 你回去再怎么消毒 再怎么没有用啊 就是因为那一块出了事情 所以后来才发明了分舱分流 大家懂了吗 可是17年前 因为这样造成了SARS 我们痛到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防疫 帮陈时中 对不起 我再强调这个 不是陈时中在帮我们 陈时中你搞清楚 是我们大家在帮你 一起防疫 不要每次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因为你17年前教训 你根本没做到 当时的和平预约下面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后来大家开了上千场的座谈会 医学期刊论坛决定要怎么做 SOP这17年来定了 17年后你有做 没做啊 布陈也发生 诺夫特也发生 17年前的东西 到现在你还在发生 那不就跟 泰鲁格号跟普悠玛号 一模模一样样 你们就放在那边不干不做 那你告诉我现在防疫好棒棒 17年前的检讨报告上千场了 医学期刊怎么说怎么做 这些清洁副也过世了 那些十一生也过世了 换了这么多的人命 你现在还是学不乖 跟泰鲁格号普悠玛号不是也一样 18条人命学不乖 于是49条人命啊 17年前几条 20几条人命你不管 现在呢 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还得连经济代价 我们一起要付上去 整个现在的诺夫特状况就是这样 17年前的和平医院 17年后的诺夫特 一模模一样样 这样的官员你不生气 然后每天还在说他诚实都是神 说他好棒棒 我不懂耶 然后再加上陈佩琪说的 稀塞如今嘛 大家懂得在做什么了吗 整个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你们都可以认同 牙医你可以换 博物部长我们换不了 天哪那台湾到底变成什么样子 你一定要等到8月28号以后 公投大家忙完 开始台湾现出原型了 那边出不去 那个疫苗护照人家不理 WHO真的把事实全部掀开给你看 大家才后悔来不及了 对 刚刚有一次讲到17年前就可以做事 17年后你还是没做 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千疮百孔的 其实我要说就是一种侥幸心理 也不要讲到17年前 才前不久的布陶事件 还在眼前肯定就是没有记取教训 那么看到这个诺夫特饭店 你说是不是隐匿 有消息隐匿这个部分 那还有包括了你有混注 你混注这也很好 那假设桃园市官员局不清楚 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你诺夫特饭店 也没有说实话了 那这些都是问题 这些问题被揪出来了之后 我们看到曾庸汉地方 皮球还是提来提取 对 我觉得民党政府就回归到 我们今天谈的所有的议题 都要真的回归到一件事情上 民党政府真的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上 他所有的政策 不要讲规划 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 你看SARS的东西已经这么多了 已经这么久了 他知不知道该怎么样做 像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分舱分流 他知不知道他该怎么样做 他知道 他并不是不知道 可他做不做呢 他就是不做 他就是觉得说我不做你拿我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次的太鲁阁 台铁的事件换的是谁 王部长不难道是原来是这个政务市长吗 不难道是他对于台铁的事情很清楚吗 台铁的副局长升局长 台铁的副局长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知道 可是他的这个台铁的局长的旋缺 缺了那么久 最后有没有适当的人选上去 也没有啊 他就是把原来处理的副局长 把他升到这个局长而已 所以我们在讲今天这个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讲说 当你一个执政团队你不在乎人民 你只在乎的是你要怎么样子把你的人排满 排到好的位置去 你只有想到说你要巩固你自己的权力范围的话 他就是今天这样的成果 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太鲁阁的事件 我们今天看到也不是只有黄鸿基斯 也不是看到这个染疫的事件而已 所有的问题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的原因 就是说当你的执政团队 你的这个心态不改的一个情况这样 我们看到他在不在乎 他真不在乎 因为你知道今天司法法制 立法院司法法制在省什么吗 什么 数位发展部 而且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数位发展部的这个法条呢 是从行政院什么时候出来你知道吗 3月27号出来 今天立法院它要怎么样呢 它要逐条 它要能够出立法院 就是今天立法院已经变成民党政府的一个立法局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它现在要把他的人员能够把它纳入 他今天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原来前面 你所有的东西全部规划 约并人员三年转正 然后你今天要多了100多个这个约聘的人员 所以台湾的所有的制度 原来台湾原来有这个文官体制的东西 你全部都要把它破坏掉 那我为什么用这个跟今天主题 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他你从这些的他的措施上面来讲 行政单位现在在乎我们人民的健康吗 不在乎 他在乎我们人民的食安吗 又发生像国军吃这个美猪的事件 所以所有的事情回归只有一点 他根本不在乎你人民的反弹的声音是怎么样 因为他想要说我就是这样做 你能够拿我怎么样 因为我在立法院里面 我的立法委员的人数多 你要表决不管是这个倒戈不信任案 你反正过不了 所以你能够拿我怎么样 谢长廷可以在日本讲出来 我们的诸日代表讲出来 对台湾不利的事情 凡此种种都证明一个 其实回归到终点 当你执政团队 你不重视人民的时候 你其实全部都乱了套 我们不管怎么样子讲 他会不会改 他其实就不会改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心 人民真的要自己要能够 因为宪法本来保障人民有知的权利 可是我们的执政团队 他就是不告诉你 所以我们还好 谢谢有媒体朋友们 他的那个资讯出来 所以我们人民 只能够靠自力救济 可是我要回归一点 你今天做这些自力救济 毕竟有一些东西 单靠人民是做不了 像有志刚刚前面提到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接下来八月份之后 因为美国 他的第二季的部分 其实在六月 他就会打完了 所以他会把他的国境打开来 他把国境打开来 这个情况之下 好 台湾是以出口为主要的 这个收入的一个国家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台湾的人民 因为他不信赖你 像中国大陆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一些朋友 你今天住了防御旅馆之后 然后你将来要 就像你刚刚前面提到 要普筛 然后要出来 证实你其实是 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你才会有个QR Code 对 有个健康码 然后你要出去 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必须要扫 当你没有的情况之下 你就是不行 像有一些好的政策 我觉得台湾 没有道理是单纯的说 因为它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就绝对不采行 因为这些的措施 是你控制你的疫情 一个必要的措施 当你对于这些 对你国家有帮助的东西 你不去采行 你说你把台湾的人民 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我再举个 再多一点时间讲一下 就举个例子讲说像印度 印度我们看到 这次的疫情很严重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问说 那你这个 我今天早上咨询的时候 我说你有没有把 我们那边的侨胞的需求 你有没有提供 我们侨胞的需求 你知道外交部 我说我看到你外交部上面 有一个回应讲说 你把这些的资源 送到这个印度去 我说你是送给我们的侨胞 还是怎么样 他说不是 这个是我们做外交的 这个友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把一些的 资源送过去 我说那我们的侨胞算什么 我说不难道是 你应该先照顾 各个国家都是 先照顾自己的侨民 照顾自己的侨民 行有余力 当然我们要帮助别人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 你今天只是为了 要做一个 你的外交部 要跟印度的官方的 友好的东西 那我们的人民的权益 到底在哪里 那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是说 我有听说我们一些侨民 他其实想回来 那我就要问了 本来是想问他说 第一个他回来 那我们国内的 这个防疫的东西 我们的这些的资源 我们这些的规划 有没有做好相对应的东西 他说我们现在要看 我们跟这个侨民之间 都有个平台 然后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他们有需求 那我们就会去配合 去做一些的规划 所以你这不难道 以印度疫情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你的规划应该是全面的 难道是在这个疫情 很严重的情况之下 有一个人来跟你做一个需求 你去处理一个人的事情 应该不是吧 如果你是一个人来需求 你提供一个协助化 那如果说你其他国内的部分 你的防疫的措施 没有办法有整体的规划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 它会造成的这个防疫的破口 它可能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才讲说 我们的政府真的 在这边语重心长 然后也很沉痛 我觉得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还是人民 你不管你要怎么样 争权夺利 可是你不能够忽略到 人民的健康 还有它的一个安全 好 我们的政府心中 没有人民 所以这个最新的民调 会想看吗 他们可能也觉得 看看就好 我们来看到 Nonews做的一个最新民调 好 那么问的就是 关于这次的这个 防疫旅馆的感染 人数攀升 你觉得是因为 政府在华航 其实确诊之后 没有做好后续匡列追踪 等等防疫措施吗 我们看到其实超过六成的民众 都认为对 就是政府没有做好 而现在随着这个确诊地图出炉 你就可以发现 至少至少遍及了五个县市 所以很多地方很紧张 台中说要防疫升级 我们来看到这边 因为这是暗145 这个民水电工 它的确诊足迹 确实造成了一部分人心惶惶 这里是如舟夜市 一片空荡荡 台中的部分 市长卢秀燕说 明年开始强制戴口罩最重罚15000元 反正这个防疫的层级 恐怕要节节升高了 而且确实嘛 我们看到这个 有63% 将近64%的民众认为就是你 政府防疫完全没有做好 可是你别忘记 在三月底的时候 当时这个孙昌 好像也有在提及说 考虑看看是不是4月份要边境解封 当然还有提到说 台湾安全 但国外不一定安全 陈时中也说最快4月可以一接边境解封 5月份可能就可以把口罩拿掉了 所以淑慧目前看来 如今看来 这是能说什么呢 刚刚那个玉民委员提到一个事情 我也觉得蛮有兴趣 他刚刚说 美国现在打疫苗的这个速度很快 真的很快 因为我朋友在美国 他大概3月的时候才打15% 到了5月就可以达到50% 然后到了6 7月可能会全部打完 好啦那现在美国已经 我看那个上网去看美国CDC跟白宫的网站 他提到说 现在如果说你打完两剂完整的疫苗之后 你就可以在美国自由的旅行 包括说你国外到美国入境的 那我看了这个以后 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是不是代表说 我们去打了AZ疫苗打完两剂以后 那就有机会到美国去 因为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的小孩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 回去美国开学 可是他们其实已经开学 8月 9月要开学了 那他就想说 那他是不是自费去打AZ疫苗 很抱歉 我在美国的那个CDC的网站看到 他是要打美国授权过的疫苗 里面不包含AZ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 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 当全世界都开始在打这个疫苗 在一直逐渐开放国门的时候 第一个当台湾的疫苗 现在施打率 第一道你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可能连1% 2%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对你开放 你本来说号称自己是优等生 但是当全部人都做完功课以后 发现说你只是靠你的天赋聪明 你一课书都没有念过 你怎么去进人家的学校 你怎么去进人家的大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后续买的都是 大部分都是AZ 现在辉瑞或者是莫德纳 到底有没有办法从正常管道 因为现在讯息很多 有的说是水货来着 水货来着 所以才会买到那种极其品 然后就比人家贵的这个AZ疫苗 不管怎么样 连能不能到台湾都是一个问题 后面的几百万剂上千万剂都是AZ 好啦 当民众因为不管是诺富特华航的事情 有警决心决心冒着危险去打AZ疫苗之后 然后等到要出国以后发现 不好意思 我没人哦 有哪一些国家不认我们不知道哦 美国已经告诉你他不认AZ疫苗了 不好意思打了AZ疫苗来美国 该隔离的还是隔离 该检疫的还是检疫 该戴口罩还是戴口罩 即便在台湾都是一样啊 到现在卫福部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打了AZ疫苗以后你可以减免哪一些事情嘛 没有啊 是不是以后我搭高铁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是不是我可以身上贴个什么东西 我搭捷运可以不用戴口罩 是不是我出国商务人士出国回来以后 可以不用检疫或检疫天数比较短 也是不知道 所以台湾不管是说从疫苗政策也好 到布陶到诺富特 大家可以看到前半年前半场 大家都说台湾前半场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好 可是前半场台湾不管是从官员到民间 我们靠什么在防疫 大家想想看 口罩 我们靠着口罩在防疫 这个是 这很难想象是一个已开发 或者是一个说 自己在公卫医疗很进步的国家 能做的事情 防疫的作为 你第一时间 你第一阶段你来不及 你当然用最基本的就是戴口罩隔离 戴口罩就是一种行动隔离 大家去想那个概念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居家检疫 就是在你有危险期的时候 你不要跟人家接触 戴口罩就是你随时减少跟人家的飞沫接触 但是从去年到现在 除了戴口罩之外 我们没有别的 没有第二步了 政府号称他什么 有国家好安心 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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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最成功的国家队 只有一个叫口罩国家队而已 没有其他的国家队 我们觉得说他真的有在 有在做什么 防疫的其他的超前部署 新冠的药没有 新冠的疫苗 只有人家不认证的AZ 那到下一步 人当全世界都开放的时候 台湾难道还 自己每天打开网路 打开书贞昌的脸书 打开陈时中的脸书 这边自得其乐 难道他们给我们的安慰剂 就是我们的新冠疫苗吗 我们自己关在台湾里面 关爽的 现在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网友孟培培 抖内进来 他说淑慧议员加油 中天加油 还有老朋友Sofox 抖内 他说去年我坚持来大陆 清流都替我担心 现在我免费注射第一剂 新冠疫苗 而今台湾全面沦陷 变种流感病毒的危机 疫苗还好呢 还要人民自费才可以打 数量还不够 他觉得真的是很可笑 好 更可笑 还要补充一下 美国连对观光客 我们如果到美国 都免费施打 但是台湾连对自己的国民 都要钱 而且还远高于AZ的国际售价 AZ的国际售价 大概就是个4块钱美金左右 大概100块台币 好啦 顶多算 你还有一些成本 150块台币好了 但我们去打 却要600块 筛检也是 大家知不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小孩 到89月要去美国游学 其中有一个学校 里面有一个规定 每一个礼拜都要做一次PCR 但是一次多少钱 多少钱 30块美金 30块美金 我看到那个缴费单 他还跟我讲说好贵喔 每个礼拜还要有一个 30块美金 我算一算 我说700块 700多块而已 台湾是7000块 对 台湾最少5000以上 是啊 好 不过说到这 你知道现在大家也觉得 整个台湾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的 来看到前两天发生的 蟑螂之乱 好 我们请导播给我下一张 因为我要赶罗友智 时间快到了 所以我一定要问他这一题 要跑社会的罗友智来听听他 小强出洞 因为没有啦 就是黑帮小弟出任务 结果谁知道去一坡蟑螂呢 碰到了警戒高官在聚餐 那这个是现在警方定调 说这个就是和餐厅的债务纠纷 和餐厅老板有债务纠纷 才被教唆泼洒蟑螂报复 针对餐厅内有警察手长 党政要员一事呢 这些小弟们浑然不知 而这个北联邦 竹联邦 通通都不认了 急忙撇清说旗下有这批帮众 这五个黑道屁孩 惨伦 黑帮弃子 好 我们看到这个帮派呢 都已经急切割了 难道是另有玄机吗 那这个时候陈嘉青呢 又说这个暴力行为 绝对不容许要向黑帮宣战 打击黑帮 的确啦 一连串的什么松山之乱啊 赵介佑事件啊 那么接着呢 还怕大家这是没新闻跑 是不是 又来了一个颇章之乱 所以友致 目前我们看到了警察一口咬定啊 就是跟餐厅的 一千五百多万的债务纠纷 可是现在又传出喔 说没有债务问题耶 那到底是怎样 店家说的 嗯 你们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真话 这根本就是一个意外啦 我真的要 我觉得如果大家评论时事 要加入情绪 一定要把谁打到死 要讲得非常的夸张 哎呀 一定挑战警察啦 看不起警察 OK啊 那大家来讲啊 应该没人讲得过我吧 我可以讲一百件给你们听 可是问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跟你讲啦 我认识黑帮兄弟 如果今天真的要挑战陈家昌啊 我想就丢到陈家昌的桌子门口就好了啦 我讲真的 我干嘛要丢在柜台啊 我直接跑到里头 丢在会场都好 我就故意丢在会场 爬满整个疫情中队 爬满 然后疫情哪个都很难看 冰冰跳跳的 我跟你讲 这羞辱警察最快 丢柜台干嘛 我直接丢里面嘛 我真的不要 我说实在这整卦我骂得比谁都凶 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凶了吧 也没有人比我更对这些警察 其爱之深则之切了啦 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想丢章之乱绝对跟挑战警察无关 但是也没有他们自己黑道想要炒新闻 他们有为什么选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想炒新闻的用意是 他一定知道这些东西一定会引起社会大众注意 他一定要凸显问题跟讨债一样嘛 我今天一定要在你家泼漆 搞得非常的大 在你家门口打麻将 打了以后让你难过 今天他针对餐厅 我想这些帮派兄弟 如果你跟他们聊天 他们那种不不挑不不挑 所谓兄弟就是一群细胞不安分的人 我们是可以安分的在那边 千万可以站着在那边站一个小时 脚还可以病 兄弟都做不到 他们就是不不挑 你看过很多黑帮 就是那种有没有 那个样子他们就是不安定 然后他们很容易冲动 很容易做事 但是创意无限 我跟你讲真的 你每次跟他们聊天 我跟你讲那个 他马上讲个收主意给你 他们认为说 参丁老板给我们钱不要配合 参丁是人家吃东西的地方 要怎么怎么 等掉下来 参丁要去带牢 还不贏了 咖喳啦 咖喳啦 参丁最不费咖喳 咖喳要去带牢 我跟你说我们家是红粮 红粮吃咖喳 很熟 我跟你说我来买 一定是这样子 要不要信 北联邦来 最近请我吃饭 我们来对职 一定是这样子的发展经过 然后呢 他们就听 要给他打 要等待 我跟你说 门口在落去就像这样 要给他打 我们来走啦 让他拍看就好了 我实在 我说实在的 顶多 他们有看到 我想这些黑帮兄弟做事 也不会那么草莽 他们会看课兵课名单 今天也许他们就看到了 疫警中队聚餐 好 我讲平常我不做 故意挑这一天做 一堆警察在里头 我想事情到大 大家来让你难看 他可能就是要让 他的对象难看 我想他根本不晓得 里面有陈家昌 他根本甚至不晓得 里面有黄中人 他不知道有新闻当事人 这些帮帮兄弟 头脑够聪明够聪艺 可是他们根本不晓得 什么叫行销跟危机处理操作 他们不会去调查 这些新闻当头 那陈家昌哪 看我们可以上了 然后让我们被超帮 神经病啊 有这种黑帮兄弟 早就被人家抓回去开枪了 没有人会这样想的啦 一定就是顶多最多 看到疫警中队 此时不弄你更待何时 平常什么私职会 服轮社我才不要没意思 我跟你讲 今天如果什么护理人员大会 他一样照干 为什么 因为人多啊 又会上新闻嘛 我就是让你难看 他可能就是想要在 疫警中队难看 让这个餐厅难看 可是他没想到里面有陈家昌 笨啊 你应该看更仔细一点嘛 他在去看名单里面有谁嘛 你看到陈家昌 今天先避过 为什么 人家新闻当头 你去目标 你就是灭方了嘛 神经病啊 你难道是找人家来找查啊 不可能嘛 这些人就是傲啊 应该聘请我们这种行销顾问 竹林 好咯 好咯 对不起过了 不要注入了 当帮派的顾问这个也 我等一下马上被出征 但我真的不认为 每件事情要无限上纲 一定要去打到谁 让陈家昌难堪呢 我觉得这倒可不必 可是这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跟各位讲 陈家昌现在 我自己认为啦 我没有打电话给他 因为听话电话被没收了 没有啦 被拿去那个 交出去的 交给意见数啦 我没有打电话给他 他是我二十几年的老朋友 我跟你讲 他用他自己剩两个月的名誉 在保护这些警察的声誉啦 我不是说他在这里头上下期的 不是 他会想我剩两个月了啦 你们能怎么样 我们早上下期的 常常说一句话啦 什么人最恐怖 没命的人最恐怖 什么人最可怕 连命都不要人最可怕 我剩两个月了啦 你想怎样 他用这种 他自己剩两个月的这种声誉 他告诉大家 我这群兄弟警察没错 但是他忽略了很多很多 应该要去操作的事情 应该要坦白的事情 所以他心里面不怕 可是这些兄弟他们做的事情 不管黑的白的 他应该要让事情清清楚楚 我可以了解 他对这些警察兄弟 鸽子帮的那种珍惜跟怜爱 他希望自己剩下两个月 不但保护他们也保护他自己 可是天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松山分局就是隐瞒了非常多的状况 你里头有太多太多无法解释的事情 而且我们道上兄弟 包括我们这些社会记者都知道啊 我可以怜悯你想保护这群鸽子 那个警徽旁边那个 但是有时候保护 适足以害之 你应该趁这时候让大家知道 到底真实状况是什么 这是基层的部分 可是你全部都怪松山分局 全部都怪北投分局 像这次的中山分局 那台北市警察局就是你有问题嘛 那不然怎么会连续出状况 你也责无旁贷 你剩两个月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刀破斧整个整盾 那警封记回到以前那个样子 好 但是真的警封记败坏 是陈家昌一个人的责任吗 请问一下现在的黄明昭 你在高雄难道没有警封记败坏吗 请问一下现在在台南的 我连你名字都叫不出来的 台南你不觉得有警封记问题吗 现在嘉义的碰瓷的那个县市警察局局局长 你不觉得嘉义也有问题吗 现在是全台湾的警察局局长 都觉得警封器有问题了 士气全部败坏了 为什么 难道是 詹永茂的错吗 难道是黄明昭的错吗 难道是嘉义 难道是刘柏良 难道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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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侯友宜的好朋友 算了 忘了算了 还有黄冲仁的错吗 不是嘛 全部的警察都觉得怪 那就是上头那个怪 谁 行政院长嘛 你苏贞昌从头到尾把警封记搞到乱七八糟 谁在泼蟑螂 是你苏贞昌在泼蟑螂 真正丢蟑螂的是你啊 是你把警察的身上全部丢满蟑螂 那警察全部都不晓得怎么办 然后 左之右处 花枝烂颤 所以碰到事情他不会处理了 这全部警察都傻了啦 如果大家要把警察往死里头骂 只是今天过完又过了 就像这些每天在喊 来 照陈嘉青那张 暴力行为绝不容计打击黑帮 我跟你讲 我跑二十几年的社会行为 这四个字我写了两千次了啦 我跟你讲 当初喊打击黑帮 到现在已经当新北市警察 新北市长了啦 被黑帮有被灭掉吗 每天都在说 我要灭黑帮 我要跟打黑帮 我再来一天 不要让黑帮生存 拜托 你现在当新北市长了 黑帮哪个帮派有被灭掉啊 不要去讲那种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你跟陈时中有什么两样 每天我在防疫成功啊 跟黑帮打击黑帮 这四个都是一样的 防疫成功 这条骗局 就等于打击黑帮 不要跟我讲打击黑帮 不可能的 你应该要做 黑帮管制作为 你要做的是 让警察有士气 在黑帮面前 可以抬头挺胸 不是啊 你现在刚好相反 每天在换詹勇帽 每天在换周佑伟 每天在换刘柏良 把做得好好的 警察局长乱搞 然后你自己的人 动不动 砰的伸上去 砰的伸上去 整个不要说警察 拜托 包括贵民委员的办公室 你的办公室 议会 如果出现这种 不公不平的人事纠葛 你觉得公司会有士气 会有吗 各位你们都在上班 公司只要出五个就好了 让你不满的人事升迁 请问一下 你的笔会怎么去做你的公文 道理一样嘛 整个台湾的警察事情 就是乱了 所以碰到张兰 碰到松山分局 碰到黑道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得去考虑后面 黑道是不是 是不是跟赵映光 那个一挂的 先说一下 然后再去处理事情 副所长为什么说 要不想这群黑帮他干嘛的 万一他得罪的当道怎么办 警察该考虑这个吗 你该让他放手的是 他有自信 你怎么做 老板在后面挺你 徐国勇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啊 徐国勇被 跟苏贞昌架空了 还被下面的架空更好笑 警政署长可以架空内政部长 台湾够乱了吧 所以你都每次都骂这些警察 我讲这些警察我也抱不平 他们该不该检讨 要 北投松山中山三大分局 全部出事 你台北市警察局长 你退休的安心吗 可是他的错 高雄的错 台南的错 难道不是你苏贞昌的错 难道不是你陈嘉青的错 你们搞得全天下乌烟瘴气 然后全部责任 推给一个分局警察 现在状况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要骂警察 OK 你们去骂 可是我要点出事实问题所在 我想今天不换掉陈嘉青 不把苏贞昌的观念纠正 下次一定会有别的局乱 你以为只有这三个分局 嘉义会乱 台中会乱 全部世界都会乱 关于这个破章之论 刚有志士直接说了 他觉得就是纯属意外 他觉得也不是什么这些 要刻意挑衅警察 他觉得真正要讲到破章的人 真正对警戒破蟑螂的是苏贞昌 我必须讲 我昨天在节目上我就预测 他们这五个小孩子 昨天一定会被抓 那并不是因为我是先知我怎么样 而是为什么会这样预测 是因为当初这五个小孩子 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 本来就预期要被抓了 因为很简单 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 以前是警华楼 后来变居心会 那那个地方一直都是龙蛇杂厨 黑白两道都聚集的地方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去破蟑螂的 目的就是要让新闻界来报导 就是要让全社会都知道 那一旦全社会都知道 你觉得这五个小孩在跑得掉吗 他往哪跑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会被抓的人 也是设定好像被牺牲掉的人 那只是他们出来讲说 都是因为1500万的债务啊 什么东西 那信不信就随便你 反正我昨天就讲了 真正的真相 永远不会在新闻上出现 也不会有人知道 因为这中间 可能牵涉到很多利益啊 这些东西 但是我同意有志的一点 就是说你说 这是针对陈家昌 或是针对红州人来的吗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其实有其他更激烈的手段 可以做 不需要这样去做 那可是 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什么 我们都知道 最近 松山北投都才出事 中立也才出事 然后今天中山奔局 又是喝花酒 这些东西又出事 包庇也又出事 大家都知道 最近是整个在 风声鹤唳的一个状况下 那你兄弟 不管你跟店家 还是跟谁有什么仇怨 你为什么会选 在这个时候动手 为什么 我觉得很明显 警察的微信已经荡然无存了 因为 就算他不知道陈家昌 他不知道黄州人在里头 但是他们显然认为说 大不了就是 到了被抓 就是这几个小孩子顶罪 也不会再弄了 可是这件事情 运气不好的是 整个通了天 因为通了天 是你惹怒了整个警戒之后 现在变成 除了这五个小孩子 他本来就要当罪之外 那剩下的 你后面的常见人是谁 现在就算 台面上没有被揪出来 台面下也会有人去揪他的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巨星会的老板 他背后也是黑白 两道势力都有的 所以这个事情 反而就越显越麻烦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兄弟脑袋在想什么 但是他本来的想法 因为正常讨债是这样子 我先找人去乱 乱了之后呢 可能新闻爆一爆 让你面子上很难看之后 然后我私底下就跟你讲说 那个债务该清一清的话 不然我会让你更难看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 显然没有办法这样了结 因为整个乱七八糟 乱成一团 但是为什么现在警察 会被人家这么看不起呢 因为现在很多兄弟 已经看在眼里就是 你们现在自己忙的 内斗都忙不过来 对 因为大家注意到 这个颇章事件 一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警政署长 陈嘉欣第一件事情 在干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第一件事情在干嘛 他又在发新闻稿 然后呢 说我会立刻指示 刑事局来支援 那意思就是 他已经完全不相信台北市警局了 他第一时间 调动刑事警察局来去抓谁 破蟑螂 我们刑事警察去干这种事 刑事警察就不得抓蟑螂 他是卫生局派来的 刑事警察是拿来对付这种小案子用的吗 虽然这个事件 轰动社会 引起社会很大的关注 但他本身是一个很小的案子 台北市警局要破这种案子 真的不费吹灰之力 那显然 你陈嘉欣会发这种新闻报道 就表示 你已经完全不信任台北市警局 然后呢 你这样讲的目的 其实就给人家一种政治联想 就是你要趁这个机会 再来对付陈嘉昌一次 因为上次你没有把他对不够 因为陈嘉昌也很厉害 陈嘉昌自己把手机我交给北检 我就是不要交给刑事局 但如果想起来的话 陈嘉欣当初是叫陈嘉欣 把手机交给刑事局了 结果陈嘉昌选择把手机交给北检之后 你现在又叫刑事局来协助他 请问一下你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摆明的内斗 政治操作非常明显了嘛 已经是明显到一个 我看路人皆知的一个状况 当警戒自己内部 连续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结果警政署长 你关心的不是赶快把 这些事件全部米平下来 重新找回警察的尊严跟微信 反而是想着先把我的敌人斗倒 那请问一下警戒怎么可能会好 这根本不可能会好了嘛 因为在这一波的斗争没有停止之前 你们根本没空去管这些事情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所以刚有次讲的没有错 今天这个事情是谁造成的 就是苏贞昌造成的嘛 当初徐国勇怀疑陈嘉欣 不管徐国勇的怀疑有没有道理 内政部长把警政署长喊送 请问一下这什么意思 表示内政部长不信任警政署长 你要知道警政署长不是一般的官 他基本上他也是被任命的 他算特任官或是他算政务官的一种 你的长官如果不信任你 你应该怎么办 我立刻请辞啊 怎么会这样呢 你还陈嘉欣赖在那个位置上不走 然后结果呢更妙的就是 徐国勇想要把他 显然是想把他调走 可是徐国勇调不动他 因为苏贞昌不同意 那对徐国勇来讲的话 我的老板也不信任我 行政院长不信任内政部长 那你内政部长应该要走人啊 那就是因为徐国勇跟陈嘉欣 两个都死不要脸了嘛 两个都完全不管做一个官的 最基本的体面 然后就是硬要粘 屁股要粘在那个位置上嘛 所以呢就造成今天这个结局 全世界整个警戒都知道 我们的警政署长 正在跟内政部长在内斗 然后内政部长 再跟行政院长在内斗 那请问一下警戒还有什么威信 警戒还不是人心惶惶吗 每一个人都在想 未来我的老板到底是谁 我到底要听谁啦 我现在投错片我会不会完蛋 所以当警察都这样想的时候 谁有心去办案 谁有心去跟兄弟去搞这些东西啊 所以这个时候 黑帮就蠢蠢欲动 我老实讲不要讲说不认识黑帮啦 侯友宜你说他不认识黑帮吗 他不认识黑帮 他当年当士林大队长要疯了吗 他还当过刑事夹局长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他怎么当啊 所以警察认识黑帮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问题是你认识黑帮的目的 是要打击犯罪 对 而不是你认识黑帮的目的 是跟他拨弄 然后把事情搞得更糟 所以这就看你怎么运用的一个问题嘛 那现在问题来 现在事情越飙越大康了 那请问一下这应该怎么办 所以釜底抽薪之计很简单 我个人认为我应该要把徐国勇 陈嘉欣 书贞帮 三个一起换掉 就这么简单 你要换新的人重新出来整顿 你要知道陈嘉商最近的有一些言辞 也已经摆明得非常不满 你看那个时候 陈嘉欣点评他的时候 陈嘉商跳出来说 没有啦 我跟那个署长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还是大哈两届的学长 什么问题 那个已经叮得非常明显了 因为警戒是一个很注重伦理的地方 他其实就是你在酸达说 我还比你大两届 你好意思这样跟我讲话 不就是这样子吗 当警戒的一级主管 大家已经斗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警戒还有救吗 所以要把这些现在 这次陷入斗争内部的人全部换掉 一个都不要留 该退休就退休 该掉职就掉职 就这么简单 你不这样做的话 警戒风气整顿不起来 你看松山门局的事情发生到现在 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北投的事情越闹越大 到了现在 请问一下他们做了什么积极处置吗 没有就一直喊口号而已 看不出来啊 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我再请大家注意一点 看起来蔡英文好像很积极 民进党一设黑道 马上说5月7号要召开全国主委会议 我先不要论他那个主委里头 到底是不是有些本身就是黑道 我先不讲 那我想请教一件事情 台铁太鲁格事件发生到现在几天 哦 超过一个月 4月2号到现在一个月了 对啊 那请教一下 台铁太鲁格事件死了49个人 伤了200多个 到现在台铁改革小组城里面 有谁听到这个消息 没有啊 你民进党自己 你本来就黑了 想要撇心的时候 你就立刻开会了 台铁死了这么多人 你动都不动 请问一下这什么意思 表示你认为我民进党的选票 远比台铁的这些家属 这些人的性命重要得多 不就是这样吗 台铁昨天又来个成功出轨 对 非常成功而就出轨了 所以后来台铁你知道 台铁的补救措施是什么 你知道 他说这不是出轨 是转折器坏掉 所以让他 离开轨道 不叫出轨 台铁还在尊重无聊的东西 那请问一下台铁还有救吗 台铁也是一个 要打掉重练的一个地方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 那问题是 台铁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性命 如果台铁这种东西 你一拖可以拖一个多月 而且看起来一步不想动 因为他们 他们宽送完林家隆之后 就大家好像已经忘记这件事了 可能就没事了 是 那你觉得他们会有心 想要把黑道处理好吗 想要把这些北投分局 中山分局整顿好吗 想要把中山分局整顿好吗 我跟你讲鬼扯的啦 我反而疑惑是什么你知道 蔡英文召集了全国的这些主委来 我看他研究的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怎么样不要再被媒体骂 我觉得他们研究是这个 因为你要他们扫黑是不可能 那是嘛 我刚才跟范云委员同台啊 在友台 范云委员提出来的那些 东西就一听就是 连主持人都忍不住酸他 说你实在太文青了 因为你讲出来那根本是没有用的事情 一年变两年就会比较好吗 好在哪里 难道一个黑道 你摆了两年之后 他就变白道了 是这样吗 黑道是半衰期只有一年 是这样 然后直接就过了 是这样子吗 这个根本都是鬼扯嘛 我老实讲啦 我不客气而说 不管哪一个政党 你要完全剃除黑道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我请教大家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怎么去看一个黑道 看他有没有前科 对不对 那谁规定黑道一定要有前科 他如果没有前科 请问一下 你要凭什么不准他入党 我请教一下你怎么做 就算他有前科 假设我是十年前的前科 我是社会更生人啊 你凭什么不让我入党 所以如果依照我们 中华民国现行的自由民主法治的话 你根本没有资格拒绝人家 除非你这个党 你这个党 限力种种非常严酷 而且不符合民主法治的精神 那我再请教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政党有没有调查权 没有吧 没有吧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 他跟你说的是真话来讲 你怎么去查 你又没办法去调查他的资料 当然执政党可能有这个特权 我不知道 你一般的政党 请问一下怎么去调查 那所以这些都是空口说白话 都是鬼扯 我讲要 要让你的黑道在你的党内不那么活跃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的主事者心要正 你的主事者如果心要不正 每天想要只是选票 那黑道自然的人就会进来 我一直在说黑道兄弟 他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利益嘛 要的是钱嘛 要能够赚钱 要我能够生存下去嘛 所以谁得是谁掌握权力 黑道自然会靠过来 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一样 但是你怎么去杜绝呢 就是你自己不要受到诱惑嘛 当你自己都受到诱惑 那见鬼了那永远不可能剃除了 所以讲的那些都假话 所以5月7号的那个会 第一个我不看好 第二个如果民进党 没有真正把苏贞昌 徐国佑 陈嘉青全部换掉 陈嘉昌反正本来已经要退休了 就没差了 你没有把这一轮全部都换掉的话 抱歉警戒恐怕会比今天还要烂 而不是会变好